一日前发生一起恐怖攻击事件 爆炸事件发生的时候 当时有一千多位台湾旅客 正在土耳其旅游 其中一个旅行团 事发当时就在机场 他们离当时爆炸点 也只有二十多公尺而已 昨天晚上他们回到国内了 每个人看起来神情都很疲惫 而当时现场血迹弹孔片部的恐惧 倾向呢 让他们鱼迹有层 旅客拖着行李回到国门 每个人神情看起来都相当疲惫 因为几天前他们在土耳其 经历了生死交关 爆炸声红田坐响 街上满是警车和救护车 日前土耳其伊斯坦堡的国际机场 发生自杀炸弹客的攻击事件 造成四十三人死亡 两百多人受伤的惨剧 当时距离爆炸点 只有二十几公尺的台湾旅游团 晚间回到国内经历生死 一瞬间的陈先生回忆爆炸当时 仿佛历历在目 你有看到血迹 有很多 然后那个爆炸的声音 就是磁吸皮肚 像我甚至要躲到 他们那个 Duty Free的仓库里面去 手机里原本应该是 充满地中海风情的照片 而现在一张张 不是紧满人潮的机场 就是警车戒备的惊悚画面 当时爆炸中 反方向跑 结果反方向那边又第二个爆炸 然后全部人都在尖叫 都乱穿这样 土耳其横跨欧亚两周 是世界上唯一同时拥有东西方文化的国家 也是不少游客最爱的旅游胜地 但如今却因为恐怖攻击而蒙上阴影 而台湾旅客开心出团 却遇到炸弹攻击 现在立即归来平安回家 也是不幸中的大幸 不幸中的大幸运 谢谢大家